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报在2170点 要下挫490点 那跌幅是超过2.3% 目前成交金额是突破了1000亿元 所以想请教一下杨总 我们看到全面通关消息并没有预期的刺激 似乎好像好消息都出尽了 所以获利盘不断地在涌现当中 港股继续回谈它的压力您觉得有多大了 如果下一步看它的支持位 您会看在哪一个点上呢 其实今天确实调整比较多 尤其是国内也是有比较负面的一些消息出来 周末的时候大家在讨论第一是消费 第二是中美关系 第三是像白酒这个禁酒令 也是莫须有的一个源头 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觉得 这段时间是完全是获利盘的一个了结情绪 因为大家期待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 没有看到特别实际的一些效果 尤其是今天这个昨天是正月15 基本上过完15之后才算年过完 所有工商企业这种制造业 其实它的复工是在事务之后才做的 所以复工复产的数据我们现在还没有 整体来说市场比较空白期 没有特别多信号的支撑 所以你会看到通关这个消息 目前肯定对国内是没有太多帮助的 因为大家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个通关 可能香港市场会比较在意 但因为这个消息在1月份的时候 已经基本消化掉了 所以大家觉得其实一如预期 以后大家更期盼的是什么 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 第一是经济数据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要开两会了 那1月份其实地方两会已经开完了 那3月份是全国的两会 所以基本目标应该是没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的下探的空间 那其次就是我们这个政策 其实今年大家要理解 去年我们是一个宽货币的状态 但是是紧信用的 你会看到所有地产相关链条 包括一些制造业 他们也没有贷款的需求 整体的信用很紧 但今年是一个宽信用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宽财政 宽信用宽货币 一个这种组合 其实对我们整个权益市场 肯定是更有利的 因为风险偏好其实在上升 所以今年如果是市场会调整 我倒建议大家去选这些优质个股 咱们去进场 就像我们第一场分析的 其实整体来说 全球的资产 ROE来讲 我们从资本收益来讲 肯定是国内是 中国是独树一致的 是有比较确定的一个收益的 而且我们今年人民币 有可能还是升值的 对于这个美元 所以大家买A股还是有得赚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刚刚您也提到 两会就要来了 其实现在到了2月 马上3月份 两会就要召开了 而且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很多之前 我们的一些预期的利好因素 都已经纷纷兑现了 所以看到回调 大家可能是 更多的是在等一个买入的机会 您觉得说 什么样的一个回调点位 会是有一定支持的位置 什么位置介入 您觉得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觉得大家要等这个经济数据 就是我们港股 其实特别喜欢看到这种 业绩出来兑现之后 我们再去进场 A股不一样 A股基本炒的预期 所以那两会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经济数据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中美关系会扰动 但总体来说 不会干扰我们国内 经济复苏的一个步伐 其实大家一定要重视两会 就是去年 整个地产链条 已经开始讲这个保交楼了 就整个去年 如果你有两个字来概括 A股市场的话 就是疫情加地产 两个双重负面因素 对吧 利空 今年这两个因素 全部都打开了 那疫情其实基本上 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 会比较小 那地产其实你会看到 从去年三支建 到现在为止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空间 可以打得非常之开 地产量它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今年最大的利好 可能来自于地产的 这竣工链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地方两会 今年也是换届 所以换届之后 所有的政绩 保交楼是今年重要的KPI 所以你在去年 吵吵着说 我要去保交楼 没有业绩出来 都会在今年兑现 所以今年很多地方的 一个经济数据 是靠地产的竣工链 去拉动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大家是值得去关注的 所以这边我问多一句 所以我们之前看 炒内房 大家可能更多是看宽信用 就是说你这个 哪些企业 具备这样的一个信用资质 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 贷款的保证资金 现在今年 我们再来看内房 是不是要进入一个 保交楼的观察期 就看哪些交楼 交的是如期交付比较多 或者说这个 销售数据 对 销售数据比较好 会是今年炒内房 一个逻辑 跟去年会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 但是地产 大家要谨慎一点 就是说因为很多 这个房地产企业 我们要关注三点 就是买地 开工和竣工 今年的这三点 肯定是竣工端 等到它能够完成 自己的一个正向循环 我愿意买地了 愿意施工了 然后肯定是销售非常好 这个是未来两三年 可能会发生的 今年肯定不会发生 今年大家肯定要保命 所以竣工端 就不是房地产 它最收益的 最收益的是什么 它中断的建材 家电 甚至像玻璃 这些整个竣工端 提升最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玻璃的 最重要的原材料纯碱 期货其实涨得已经飞了 就是整个 它这个链条的需求 是非常猛的 库存非常低 也是十几年来的新低 就这样一个状况下 其实大家肯定要看 竣工端产业链 最有保障的一些信条 而且这个标的 而且它的这个利润 也就是财务数据 相对来讲比较利好 水泥会比较弱一点 但是玻璃我就觉得蛮好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纯碱这个品种 所以也可能就是 之前我们很多嘉宾 都在推荐一些 下游的产业 跟房地产有关的 比如说家电 随着这个内房的这个扶苏 可能对家电 也是有所扶苏 您刚才也是说 比较推荐的 就是家电这个板块 有没有当中 哪一支股份 是您特别看好的呢 买美地 美地很便宜 它去年是有一些这个利空 就是整个这个家电方面 另外它也在 做自己的转型 所以美地 你会看到股价杀得很猛 但最近可能 有点买不进去 它之前外资的持仓 是很低的 但是这一轮 你会看到过去一个月 整个外资买得最猛的 其实就是美地 它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外资持股已经到了28 已经买不进去了 所以这个外资再想买 你要等着有人卖出 你看得出来 整个外资 对家电这个板块 我觉得研究的还蛮透的 第一是估值过低 第二是绝对的 目前政策的一个受益股 所以家电我觉得 如果买不进美地 大家可以考虑其他的 比如说像孩子智能家居 也是OK 甚至格力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虽然它相对单一的品种 就是空调 但是也非常便宜 所以家电 其实确实是整个竣工端 还是相对明确的一个 比较受益的个股 包括一些这个建材 其实国内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三棵树 就是油漆 整个竣工端都炒得比较热 港股还没有炒 标的也比较少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股的一些这个标的 但是这些话 看得好像都是A股的一些 股票会多一点吧 但如果港股方面 能不能买一点 可能像这个 海尔之家 或者国美这些的 也算是我们在港股 能找些家电概念 这些您觉得会炒到吗 国美有点谨慎 因为它现在经营模式 已经不是完全的 这种家电受益股 它是一个平台 所以像美的 包括格尼 海尔 其实它是一个品牌商 所以它基本上能够 全线受益于 整个这个链条的拉动 不管你哪个平台买 其实最终还是要买它 那包括中国联債 就是它也是做管道的 那之前受到很大的冲击 第一是它有很多这种 就是跟地产 有很多这个关系 所以都很大的比重 去做这种地产公司的 一个链条 所以地产施工慢下来之后 它还是一种影响 但标的是很好的 它其实龙头 国内的另外一个龙头 做了很多这种民用的 就是基本上这个 已经炒得非常疯了 所以联債它还是 盘子有点小 还是受这个 整个很少资金量的冲击 股票会有点波动 但本身也是一个 很好的个股 那又想多补充一句 我们这个家电方面 是选择就是以这个 中国伟大的市场 还是说可以 就是说有一些 是做一些海外市场的 比如说这个创科实业 669这种股份就比较做的 多是一些海外的一些市场 算是一只家电 它也算是个电器方面的 如果你看最新的美国 包括欧洲的数据 它的房地产 其实是往下走的 也就是尤其是美国的 新增这个住房 其实跌的还是蛮快的 就本身是一个 高基数的一个问题 第二它实际 确实因为通胀 挤压了很多购房的一些 包括这些实际的能力 所以你会看到 欧美的一个 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 大家家电肯定不行 小家电也不行 就是你会看到 包括亚马逊的业劲很差 就是整个线上消费 其实以小家电为主 中国当时出海的那些小家电 都是有一个 就是疫情前 有一个非常高的技术 现在来讲 肯定是往下走的 所以今年我们看 复苏来讲 肯定是中国复苏 明白 好 另外就来留意一下 一只异动股 小米盘中要下跌5% 那有一些大行 也是上调了 小米的一些目标评级 我们看大行的报告 目前的评级 是由持有修店为跑赢 目标价大幅上调超过5成 有9块5上望至15块 另外大和就指出 市场是对于经济的 智能手机出货量 比较以前是乐观的 相信全年的数字 会比之前预测更高 因此提出一个 策略性的买入 不过就因应小米 要增加新能源车的投资 将今年的盈利预测 就调低了1成6 另外瑞幸也是将 它的目标价上调至了17元 虽然瑞幸下调 今年到24年 智能手机出货预测 但是大致维持 小米一个盈利的预期 并且是因应盈利能力改善 调高对于小米的 估值的一个评估 我们都知道 这个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每一年都在下跌 而且进入一个 非常低迷的状态 那想请杨总展望一下 今年全球手机 或者出货量会延续 就是上年过去一年 这么差吗 可能不会那么差 就是因为毕竟 它是一个同比的数据 去年已经很差 技术应该要低 所以今年往下走的 空间会比较小 但其实我们 关注投资机会 肯定是希望 能够看到行业是往上走 那这个短期 我们是看不到的 原因也是有两个 第一我们看本身 安卓系统 其实为什么今年 你看苹果它的一个 其实整个手机消费 都很差 但苹果的消费 这个数据非常厉害 它已经到了历史新高了 就是全球 大概百分之二十几的 一个市场份额 就是因为苹果 在这段时间 它的一个技术更新 是有实质性进步的 但整个安卓系是没有的 这个导致呢 大家对整个 安卓系手机的一个需求 其实大家没有 频繁的换机的一个需求 因为你技术没更新 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第二呢 还是一个换机频率的问题 以前大家非常喜欢换机 尤其是年轻人 就是东南亚换得更频 但现在整个 这个经过了四五年 一个高频的一个换机潮 大家总是一年换一次 然后每年出一个新的型号 就是苹果一二三四五 对吧 没错 小米也是 今天大家不会换了 就是基本上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更多的是 关注本身平台的内容 大家不会关注手机本身 它的一些功能的叠加 所以我对目前 手机未来的一个走势呢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 大家真的要看 技术更新了 然后我们再去 是 但当中可能会有不同 如果我们手机直接不看好 我们可能手机零部件 方面会看大一点 但小米它不一样 它可能会有点 其他的憧憬的概念在里面 小米这个雷军坐汽车 这不是说笑的 之前又有说 很多这个车头 一些模型图释放出来 其实好像某程的 我们也会觉得 会不会是有点 这个故作姿态 自己偷偷放点风出来 给市场多点憧憬跟期待 所以想问杨总 那我们现在小米 如果现在看它 还是手机股 当然目前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对于车这一块 您觉得有没有预期 什么时间进度表 或者对它的估值提升 的注意会有多少呢 它自己放出叠照的时候 它也说是2024年最早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目前整个国内电动车的 一个竞争格局 你觉得它不出来 可能会更好 出来就是一片雪寨 大家都是价格战 现在车非常漂亮 就是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比亚利的车 为什么在国外竞争力 这么强 主要还是整个在内配方面 包括车机方面 都非常优秀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情况 可能小米应对这个竞争 还是有些 大家没有胜算的 但是非常 就是包括雷军的一些粉丝 市场的投资人 很希望小米 在电动车上面的这个战机 也能够复制 小米手机的一个战机 对吗 迅速地通过三四年的一个时间 能够出口 然后占据国外的 甚至半笔江山 但现在来讲 我们觉得为时上涨 大家做左措投资 还是风险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把它当成一个 不确定的一个八卦消息来看 所以对它估值的提升 还是要慎重一些 没错 而且好像也有点太晚了 如果是前两年出的话 可能会对它估值的提升 更加有帮助一点 没错了 好了 这些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去接广告 回来再跟杨村起聊